虽然狂飘和三体聚集已完结 但热度却丝毫未减 围绕着这两部剧的讨论仍然占据网络热度 各种分析剧情 声巴幕后的细节也层出不穷 有趣的是 狂飘于1月14日播出后 豆瓣评分一路上涨 直至9.1分 在收官后分数却慢慢下降 直到目前回落到8.5分 而播出前热度甚高 万中期待的三体 开局分数只有8.0分 但随着聚集的完结 观众满意度却逐渐升高 最终分数上涨到8.5分 这两部剧播出时口碑有所差距 到最后却口碑评分相同 这两部王炸剧为什么最终打成了平手 听小乐给大家戏吧 先来说说狂飘 开局就是狂飘 口碑炸裂 由于题材敏感 扫黑题材剧容易触及红线 因此往往会陷入人物脸谱化 主题大于故事 形式大于内容的困境 然而狂飘却很好地 规避了那些条条框框 以精致的人物塑造 让观众感受到创作者的诚意 其故事线横跨20年 以写实的手法将一个盘踞海滨城市多年的黑社会集团的兴筛事展现在观众面前 一线刑警安心张义市与房地产行业的老大高启强张宋文市的争斗 是贯彻市中的主线 其中穿插的人物 比如大嫂陈淑亭高业市 刑警队队长李响李建市 太书尼大红市 李又田韩童生市等 皆个性鲜明 也为网友们津津乐道 剧集最大的特点 一是真实 接地气 在广东沿江实地取景 让那些小巷 楼房都成了网红打卡的 二是戏剧冲突拉满 拳拳到肉 刀刀见血 具备扫黑题材的各种卖点和要素 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特别是对于老大高启强的塑造 编剧细致化的形象塑造 和张宋文的精彩表演 赋予这个人物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 高启强这个人物之所以能深入人心 就因为他的形象鲜活 出场时 他只是在菜市场卖鱼的小贩 赚着微薄的收入 受着地痞恶霸的气 历经坎坷之后 他骨子里的恶被激发出来 最终一步步往上爬至人生巅峰 作为反派 高启强最终必然难逃覆灭的命运 但这个人物既有凶残和可恨的一面 也有令人同情的地方 形象是立体的 期待给观众回味和反思的点 正是一个好剧本 一部好剧集能够呈现出来的优点 再来说三体 剧本精心打磨 故事还原度高 入坑门槛极高 剧版三体开播之前 多数网友都是保持谨慎的态度 虽然关注度高 期待值却不高 大家的要求都是别烂就好 能照着原著拍就好 1月15日开播之后 观众普遍认可的一点 就是其故事 真的是照着原著拍的 倒计时 三体游戏 ETO组织 物理学不存在 这些原著故事的关键点 都得到很好的还原 引用一句高赞的评论 原著粉松了口气 终于讨到口能吃的 但三体作为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 其中涉及到的物理 天文 生物学知识本身就比较深奥 剧集虽尽量将小说中的那些科学概念细致的影像化 却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够看懂并接受的 假如你对物理学不感兴趣 有没有看过原著 那你就很难理解剧中出现的那些物理名词 自然会看不下去 而故事的背景放在2007年 在展开的过程中穿插叶文集关于对红暗接的的回忆 其时间线的跳跃也让一些观众无法适应 上刚开始的几集叙事拖沓 剧情推进缓慢 也影响了观众观众的体验 因此三体播出后虽得到原著粉的一致肯定 但那些没看过原著的 看不懂的 期待太高的观众 给的分数却不高 开分8.0正是因此而来 狂飙结局遭到大面积修改 又负面新闻不断 导致分数一降再降 掀起了全民追剧狂潮之后 狂飙却高开低走 30集之后剧情就开始跑火车 故事线也变得混乱 逻辑上也没有前面那么严谨 特别是结尾草草收场 且有很多后期领配台词的痕迹 让人怀疑原剧遭到大面积删结和修改 有一名叫王嘉诚的演员 自曝他的戏份被删掉 且声称原素材剪出来有100集 被删的仅剩下39集 最让人一难评的是 大嫂陈淑婷一脚从出场时起就气场拉满 城府极深 是个引人关注的角色 但其绅士背景却未做交代 有传言交代大嫂绅士的部分内容原本有拍 但成片时遭到删减 净一点不剩 一时间传言四起 难辨真假 逼得导演徐济周紧急做出回应 称剪出来的素材有43集 最终经过删减和压缩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39集 至于观众质疑的虎头蛇尾问题 导演则说前面30集的拍摄比较顺利 因此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令人满意 但后来因受到口罩影响 很多时候都租不到场地 内容上就只能删掉一些 拍出来的效果自然就没有前面那么好 而另配台词导致后面口型对不上 则是因受到限制难以呈现原貌 只能说非常可惜 但这些主观上的原因都影响了剧集的口碑 导致豆瓣上平分的下降 一些负面新闻的发酵 则更是雪上加霜 先是由网友扒出狂飙的片头 抄袭了网飞的纪录片无辜档案 拿狂飙片头的画图与无辜档案的片头做比较 虽然内容不同 其构图和风格却非常雷同 即使没看过这部剧的网友 也能一眼看出其抄袭的痕迹 接着又有网友发现 在剧中扮演毒贩中阿四的演员 韩啸韩朴俊 是一名曾经涉毒的猎记艺人 虽然韩啸其后发文称已改过自新 但本着对猎记艺人林容忍的态度 狂飙剧组很快就发布声明回应 并将韩啸出现的镜头全面删除 正是人红是非多 狂飙播出时实在太火 其完结后仍然话题不断 也催生出一系列问题 这些负面的新闻 和剧集本身存在的问题 都影响了狂飙的口碑 其分数会从9.1降到8.5 也就不奇怪了 三体后半成发力 红暗机的网视和古征计划都拍得好 令其分数也直线上涨 反观三体 虽严格按照原著的故事来拍 但编剧又有意加重其悬疑部分 使剧集的前半部分故事推进缓慢 令一些观众失去耐心 但随着核心故事的慢慢展开 节奏开始变得紧凑 那些路人粉也很快被吸引过来 特别是叶文杰回忆红暗机的往事的部分 小说中叶文杰被欺骗 出卖的经历 其心境的变化和对人类绝望的过程 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其中 叶文杰为谋杀雷之城 而害死自己丈夫杨卫宁时的情景 也看得人揪心不已 古征计划的呈现 更是令观众大呼过瘾 演员的表演上 张鲁一饰演的汪鸟 陈锦和王子文合力塑造的叶文杰 都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余和伟饰演的史强形象上 虽和原著有些出入 但他凭借出色的演技 还是为角色注入了灵魂 使观众认可他的表演 显然 剧版三体也是精心制作 值得细细品味的好剧 虽然开局有些不利 但后半程逐渐呈现出旗帜感 有原著粉评价其还原度超过90% 这在内地电视剧中实属少见 因此三体才能在完结之后 分数一路升到8.5 狂飙和三体一部是扫黑剧 一部是科幻剧 其主题完全不同 也不存在可比性 但作为2023年开年的两部王炸大剧 网上热度始终不减 也正明了这两部剧 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认可 我们的2023年开年 就迎来这两部好剧 真的非常难得 值得大家细品